哀小月回到老安家 就看见哀小凤从后院离开家 她就知道 哀小凤肯定会躲出去 不过她也懒得管 她虽然不喜欢哀小凤 但也没打算害她 哀小月假装在唐屋门口拨玉米 又偷听了一会儿 还是没有什么重要内容 哀小月索性回到了自己房里 娘 那薛明喜今天不走 要在家里住一晚上 好 那个咋办哪 这小凌和小梅 刚才你大伯母也来了一趟 就怕那薛明喜喜什么色心 娘也是担心得紧啊 三神已经把小凤姐送走了 估计是送去镇上 不是安元峰那里 就是大姑安玉秀那里 可是咱们没有这个门道 而且一下子家里女孩子都走了 也不合理啊 二姐 你快想想办法啊 小弟 二姐有办法了 但是要你去撒个谎 虽然撒谎是不对的 但现在情况特殊 可以例外 但接后却不能随便撒谎 你能答应吗 嗯 能 哀小月对着安元生一阵耳语 就大大咧咧的又坐到堂屋门口拨玉米 没过一会儿 安元生就满手血满脸血的跑过来 二姐 不好了 不好了 大事不好了 元生 怎么了 你 你怎么弄成这样了 告诉二姐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通闹头 屋子里的人都听到了 元生 你哪有受伤了 快让二姐看看啊 二姐 不是我 元生没有受伤 是娘啊 娘突然流了好多的血 是不是上次的病还没有好啊 大姐和小梅姐都急坏了 他们正在照顾着 他们让我赶快过来找二姐姐 回去给娘瞧病 还不快去 别在这儿处着了 别把姑爷给吓着了 真是个麻烦的祸 安小月连忙拉着安元生进了屋子 元生 你刚才表演得很好 这下大姐和小梅姐 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房里伺候娘 不用出去了 可是元生 你怎么身上这么多血呀 大伯母在灶窝那边杀鸡呢 我让元生过去抹了点 大伯母都说 二姐是一个顶聪明的人 比我身上抹了好多呢 还说 如果衫子不好洗 她回头去给我洗呢 刚才 安小月是跟安元生耳语的 所以柳氏几个都没有听见 安小月把事情讲了一遍 娘 那就委屈你了 继续装着难受的样子 装什么呀 我在炕上躺了这么久 他们谁来看过我呀 小梨 小梅 就在屋子里待着 吃饭就让小月和元生想法子 大不了饿一顿 也好过被拿薛明熙给看上 可是娘 我想去茅厕了 那就用粪桶吧 反正这些日子小月不让娘出去 娘都是在屋子里面方便的 也没啥不好意思的 回头让小月把元生叫出去玩会儿 家里咋就这么点人吃饭呢 难道都不待见我吗 啊 这家里本来人多 可大孙子在镇子上教书 他爹和他妹去镇子上看他了 这一下子就少了好几口 我那不争气的二儿媳妇最近小产了 下午姑爷爷看见了弄得到处都是血 几个小辈的丫头在照顾着 大媳妇在厨房里忙着也就这些人了 安玉娥撇了撇嘴 她一下子就猜出来薛明熙的心思 一出门就喜欢看大街上的女人 到了她的娘家竟然还惦记着看她的几个侄女 看来我来的不巧啊 是啊 不巧 对了 玉娥的大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既然找他做事情 我也得好好跟他喝两杯啊 我都还没见过这位大哥呢 已经让老四去叫了 马上就能回来 姑爷呀 先喝点小酒 不用等着老大 咱们乡下也没有什么规矩 先吃就是了 安丽贵很快就把安丽柱给拉回来了 安丽柱有思想准备 也并不奇怪家里白酒能把她给拉回来 在安小月的眼里 她的大伯一向都憨厚老实 有些天然呆 安小月霸气的来屋子里拿吃的 少拿点 你都拿走了 我们吃个啥呀 四神 如果你也流产大出血 我一定不跟您抢吃的 安小月对了牛市一句 直接拿着吃的回屋去了 大哥 咱们先喝一杯 我是有事相求啊 一定要给我面子 过了酒之后 薛明喜便开门见山 大哥 听说你在高地主家当长工 我想请你没事帮我打听个消息 另外 事成之后 我绝对不会亏待了你 几百两银子当酬谢 那都是小意思 阿力柱握着拳头 心说就不可能只是打探消息那么简单 这打探消息根本就是个幌子 那害死人的毒气才是薛明喜的真实目的 大哥 帮了我这个忙 以后我定然让你们老安家都吃香的喝辣的 明年原封科考 我还能帮忙找几个 跟我有买卖关系的太医去跑跑关系 都是一家人嘛 来 大哥 我再敬你一杯 树叶 麦小月听见动静 这马氏招待孤叶的一餐饭竟然吃到了快三更天 娘 大步要回高地主那儿了 我想跟过去看看情形 袁生 你跟我一起去 就说是你缠高地主家的绿豆缸了 二姐 你又要我撒谎 你不是说下午特殊情况才要我撒谎的吗 最后一次 撒谎是不对的 以后二姐都不会要你撒谎了 没关系的 我可以骗骗别人 但我一定不骗二姐 也不骗娘 你个小鬼头 走吧 我就不信你去了高地主家 能不缠他家的点心 哀小月和安元生激活干安立柱是前后脚道的高地主家 大伯 薛明喜要你做什么呀 我看你这表情都知道没有好事 小月 你来得正好 薛明喜太狠毒了 他是要害命啊 我还发愁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东家带我不薄 尤其是最近还特别的照顾我 我不能害了东家一家呀 哎哟 立柱兄弟啊 你倒是说呀 到底薛明喜要你做什么呀 大伯 您别着急 坐下来慢慢说 天大的事情 咱们也能合计一下子呀 地主婆也给安立柱倒了碗茶水来 安立柱喝了水 情绪平复了一些 从身上拿出了一包药 那薛明喜说了 东家明天要送一批大米去镇子上的米庄 他让我趁着晚上 给每袋大米里缠合一些毒药 什么 这 这简直是要把我往死里逼啊 太恶毒了 但薛明喜简直就是一条毒蛇呀 何止是要把东家往死里逼啊 这是要东家被诛九族啊 薛明喜是打听到最近军队要征收粮食 这些日子要在各个米铺大量收买米送去前线 如果前线将士吃了有毒的大米儿出事 造成战败 追究下来的话就不是高叔一人死罪能了事的 肯定是要助九族 小月 李柱 今天是多亏你们了 否则 我 我 高地主情绪激动 直接就下跪了 你是我们九族的大恩人啊 地主婆连忙拉着高满财也跪了下来 这事儿简直是骇人听闻 如果一旦发生了 后果不堪设想 根本不是他们能应对得了的 安小月和安立柱连忙把高地主一家子给扶起来 都是互相帮衬 高叔高婶别这样 咱们现在要好好想办法才行 去报官 不行 没有证据 我可以作证 这药也是证据啊 薛明喜只要一口否认 说药是大伯你自己准备的 或者是高叔给你的 你们联手一起在嫁祸他 大伯是高叔家的长工 高叔要你做什么你自然会做 你的证词靠不住 既然明着不行 那我就来阴的 他要怎么害我 我就怎么害他 现在要打仗了 又是征兵 又是征粮的 肯定也会收购药材 我把毒药 想法子找人弄到薛家药铺的止血药里去 到时候也致薛家一个逐九族的大罪 不可以 安音小雪连忙站起来 高叔 不可以这样做 为什么不可以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而且薛家药铺里有我的眼线 这事要做并不算难 我偏要让他自食恶苦 高叔 令药会害了前线的将士 前线的将士是无辜的 他们不应该成为牺牲品 这种事情不能做 行什么他薛明喜可以做 我就不能做了 他陷害我的时候 怎么不想想 那大米送到前线 会牺牲多少前线的将士 因为我不希望高叔当坏人 薛明喜卖假药 差点害死满财 高叔当时看着满财快没命的时候 那伤痛的心情可有忘记 而前线的将士们 哪个不是爹妈的心头肉呢 他们如果被毒药材给害死 他们的爹妈也会痛不欲生 更何况他们征战沙场 保家卫国 让我们过上太平日子 如果去迫害他们 高叔于心何忍 如果高叔执意要做和薛明喜一样的恶人 小月必然去揭发 日后小月和高叔再不是互相帮衬的朋友 可是 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薛假先是差点害死我的满财 现在又使出笃记 要毁了我脚足啊 高叔 我理解您的心情 这事不管谁遇上了 都会气愤 即使我这样的局外人 我也是痛恨薛假的可耻行性 可是 咱们不能跟薛假一样 不能当坏人啊 薛假那种人 他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对了 我听说 朝廷争谜的官员 是苏元外昔日的门省 我之前也听说过打仗要争谜 价格还给的不错呢 就想找苏元外去帮帮忙 毕竟 上次跟薛假泄斗的事情 苏元外顺手帮我一把 我想 我们有共同要对付的人 他可能会帮我 而这个消息 打听的太容易了 怕是薛明喜 要对付的不止我呀 如果你家小梅去了 苏元外那里 那苏明喜给小梅身上弄点什么毒药 说不定会栽赃成我和苏元外联手啊 高叔 这事要跟苏元外通个气才行了 而且 说不定薛明喜还有别的什么歪主意 死人如此恶毒 小月 你干嘛不让我用那办法 那种害人性命的缺德事 咱们不能做 要遭报应的 老天爷都不会放过你 咱们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高叔 明天你去找苏元外 还要扬言 是想给军队供应大米 是找苏元外帮忙 就装作 要掉入薛明喜挖的坑一般 顺便 跟苏元外商量对策 大伯 你明天跟薛明喜说 事情都已经办妥了 所有的药都放在米里了 到时候你跟他说 你要保住你的长工工作 让他千万保密 这样才能显得 你一定会守口如瓶 他才不会对你起杀心 不会杀你灭口 还有高叔 你跟苏元外说 很可能这几天老安家 会送一个叫安小梅的 女孩子去他家 给薛明喜当内应 拜托他好生照顾一下 我会让小梅姐 把薛明喜的计划 偷偷告诉苏元外 等这事了结之后 再接小梅姐出来 苏元外是好人 定人会答应 高婶 满财 你们这几天 也要装得若无其事 袁生 今天晚上这里说的事情 不许在外面跟任何人说 大家都明白了吗 二姐 放心好了 我刚才一直在吃东西 什么都没有听到哦 小月 这事我会办妥 安小梅的事情 我也会跟苏元外提起 这立柱兄弟一说 事情办妥了 想必啊 那薛明喜 会逼着小梅丫头 去苏元外家当演戏 苏家如果知道的事情 定然会妥善照顾 如果苏家不愿意 咱们再想办法 不能委屈了小梅丫头 嗯 我也不舍得 小梅去苏家当使唤丫头 大伯 不用担心 我见过苏家小姐 是个很和善的人 如果高叔方便 就说让小梅姐去伺候苏家小姐 定然不会受委屈 而且苏小姐那么宽厚和气 苏元外应该也是和善之人 如果高叔真的跟苏元外谈不妥 小梅姐就不去 我会再想办法保护她 安小月安抚着安丽柱的情绪 毕竟是亲生女儿 肯定是会担心和不舍 好吧 小月 有你这句话 大不就安心了 明天肯定骗过那寻民喜 安小月竟时候不早了 也不想家里柳氏担心 就拉着安元生回家去了 四日一大早的 小月啊 这一世蒸的鸡蛋羹啊 挺香的嘛 小姑说笑了 您嫁给小姑父 还不是吃香的喝辣的 怎么会觉得去去一个鸡蛋香呢 难不成是小姑父亏待小姑了 让小姑回娘家 看见鸡蛋都眼馋 你小姑父对小姑是极好的 小姑就是一大早起来 有些肚子饿了 小姑父 我小姑这么馋鸡蛋 你是他男人 给他想个办法呗 当然 这是我娘要吃的鸡蛋 你一个大男人 肯定不会抢我一个小丫头的东西吧 哈哈哈哈 不就是一个鸡蛋的事吗 我薛民喜堂堂七尺男儿 怎么会做那抢小丫头鸡蛋的事情 那也太没脸没皮了吧 谢谢小姑父 安小月直接把鸡蛋端回屋子去了 这小丫头就是年岁太小了 等过个两三年 肯定能出了个水灵 而且这嘴巴也叼 真含水灵 安玉娥是万万没想到 这薛民喜好色 竟然连十二岁的小丫头都惦记 这时候安丽柱一路小跑的过来 薛民喜眼睛一亮 哎 大哥 昨天我说的那事办得怎么样了 成了 薛公子啊 薛公子啊 这事您可千万别说是我做的 我怕呀 怕东家以后知道了 就算不打死我 我又没有地方当长工了 家里还指望着我干活赚钱呢 我还有老婆孩子呢 哎呀 知道 这事儿就烂在肚子里 谁也不知道 薛民喜见这事儿办妥了 又给安玉娥使眼色 安玉娥缠着马氏一阵子 回来给她点点头 相公 成了啊 我娘说过几天就把小梅丫头送去苏家 好啊 这次的事情办得漂亮 回家一定好好宠治你 你家的饭菜太一般了 早饭咱们去镇子上吃吧 反正也不太饿 好啊 相公想带我去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 相公就带你吃什么 一鹅吃什么都好 相公想吃什么 一鹅就跟着吃什么 相公啊 我就想吃你 昨晚上怎么吃都没有吃够 咱们回去再接着吃 沈氏见薛民喜和安玉娥坐着轿子走了 倒是松了一口气 他在家里吃过早饭 就跟马氏说要去镇子上接安小缝 马氏也就同意了 娘 你终于来接我了呀 我都等得急了 让薛民喜走了 是啊 走了 否则 娘怎么敢把你接回家呀 我的小缝这么俊俏 就怕被那个色鬼给看中了 咱们又敌不过他 到时候一堆的麻烦事 娘 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呀 我这次到镇子上来 还没有看见我哥呢 放心 见得着你哥 你哥早上就说了 他昨儿个发了利盈 咱们一家子在外面管子吃一顿 那要不咱们去集市上逛会呀 反正到中午吃饭还有一阵子呢 没钱逛个屁呀 看见东西不能买 那不是闹心呢 哎呀 你若是不愿意逛 就去四书门口等着原封 我们娘俩去看看 就算不买东西也能开开眼界呀 娘 等我哥当了关 咱们就有钱了 这些喜欢的东西都可以买回去 哎 这些算啥呀 到时候啊 咱们要买更好的 说不定到时候啊 都不用咱们坏银子买 那些想巴结你哥哥的人 会排着队给咱们送呢 如果不是最好的 不是喜欢的 咱们还不要呢 对呀 与此同时 薛明喜和安月娥也在镇子上逛着 好巧不巧的 就在镇子上的一个卖胭脂水粉的露天摊位上 沈氏母女竟然把他们给碰上了 哎 三嫂子 你也是来逛集市的 真是缘分啊 您身边这位漂亮的小姐 难道就是传说中 白沙村的葱花小凤姑娘吗 哎哟 姑爷呀 我今天还有事 我们还急着去找我儿子袁峰呢 就先走一步了 薛明喜直勾勾地看着安小凤 三嫂子别急啊 这第一次看见小凤姑娘 我好歹也算是她姑爹吧 总要送个见面礼才行啊 刚才这小凤姑娘看上什么胭脂水粉了 咱们马上买下来 没看上 什么都没看上 小凤 这庄大的镇子 咱们都能遇上 说明这是缘分啊 那句老话说得好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既然都是一家子 就一起去茶楼坐坐 喝杯茶吧 安小凤低着头 一句话都不说 哎 姑爷呀 我们真的是有事儿 没时间去喝茶 赶日吧 沈氏实在是急了 说实话 拉着安小凤几乎是用跑的 急巴巴地离开了薛明喜 薛明喜一直看着安小凤的身影消失在人群里 还望眼欲穿呢 相公 相公啊 安玉娥扯了扯薛明喜的衣袖 心里说不出来的醋意 哎呀 美 真是美呀 尤其是那娇修的魔药 真让人心动啊 那是我的侄女儿 她是晚辈啊 什么晚辈不晚辈的 你只是我的妾室 根本算不上是我薛家人 连祖谱都不能住 你的侄女儿 根本不算是我的晚辈 哎呀 这村子里的女孩儿倒是质朴 挺好的 安玉娥气得 指甲都要扣进肉里了 却又没有办法 安玉娥 我的心肝宝贝儿 你快帮我学想办法 怎么才能把你家小凤娶回来给我当妻娘 只要你把这件事情给我办成了 我自然不会亏待了你 以后你们姑子两个 还可以在府里相互照应着 相公 我们老安家丢不起这个人啊 姑姑和侄女共事一夫 我怕我爹娘以后在村子里都抬不起头了 再说了 小凤心气高 她不会甘心给人做小老婆的 她一直盼着大哥考一个大官 她跟着价格达官显贵呢 安玉娥 你说这么多 就是你自己嫉妒吧 我薛明喜 一向怜香惜玉 但最讨厌的就是嫉妒陈姓的女人 说白了 你就是怕我宠上你的侄女 你故意给我使绊子呢 我没有啊 相公娶了那么多的女人 我也没有怎么样啊 只是小凤她是我的侄女啊 我家也不会同意 这事就交给你去办 如果你办不成 我就休了你 把你丢回你娘家去 薛明喜说完直接拂袖而去 到了晚上 哭 哭什么哭 再哭立马把你给休了 相公 你别这样对我 我对你是一片真心啊 相公不喜欢我哭 那我就不哭 哎呀 乖 薛明喜把安月娥拉的怀里 又亲又抱的 相公没想着凶你 你这么招人疼 怎么会凶你呢 告诉你 今天高地主已经去过苏家了 很快他就完蛋了 到时候咱们看着高下满门抄斩 诸九族 这事儿你的功劳最大 等他们完蛋的时候 我就给你生个贵妾 让你进我们薛家的族谱 薛明喜开始给安月娥灌迷魂汤了 相公 你不骗我 真的吗 相公堂堂一个七尺男儿 何必骗你个小女人呢 薛明喜说着 又在安月娥胸口狠狠地抓挠了几下 只要你乖乖的 什么都听我的 自然亏得不了你 到时候你再给我生个大胖小子 跟你一样肉嘟嘟的 我立马分一件铺子给咱们儿子 安月娥此时已经有些飘飘然了 恨不能立马拉着薛明喜上床 去造出个大胖小子来 薛明喜悦女无数 自然知道安月娥已经迷醉了 直接把她抱上床去 又是一番折腾 把安月娥搞得已经完全沉浮于她 就围在她的怀里跟一只小猫似的 哎呀 月娥啊 我真是迷着你 怎么疼都疼不够啊 你现在是我的人 是薛家的人 就不能总想着老安家 你做事情要站在薛家的立场上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才行啊 月娥当然明白 哎呀 月娥啊 那个安小凤确实听到我喜欢的 但我更喜欢你 你知道吗 那安小凤只是脸蛋漂亮几分 那许回家吹了蜡烛办了事 也都是一个样 而你就不同了 肉嘟嘟的是我最喜欢的 薛明喜一边说着 一边在安月娥的身上来回地摸着 哎 你要相信我 不管我有多少个女人 我心里最在意的就是你了 嗯 其实啊 我娶那么多的女人 并不是贪图女色 而是我薛家 好几代人都是单传 到我这里就我一个儿子 我就想 我薛明喜能多几个儿子 这样薛家才能更新旺 你看看 我都二十出头了 膝下五子就三个女儿 我也是着急得很啊 月娥一定给相公 生一个大胖儿子 就知道你肉嘟嘟的 肯定能生儿子 不过你一个人能生几个 我想要很多儿子 我觉得你那个小凤侄女儿 你要帮我给娶回来 多几个女人生儿子 等薛家兴旺了 对你也有好处啊 毕竟你也是薛家的人 我保证 只要你把小凤给我娶回来 我肯定不会让她 多了你的宠爱 我就觉得她好看 生个儿子肯定也俊 可是 我怕家里不同意啊 那你就去想办法呀 这事如果你都没有办法 那别人就更没办法了 薛明喜亲吻着安玉娥 我这么疼你 你怎样回报我才对啊 否则我不是白疼你了 你如果这么在乎娘家 那还不如把你送回娘家去 你跟他们过 别跟我过了 别啊 那 那我再想想办法吧 就知道你最乖 薛明喜又来了精神头 对着安玉娥又是一番云语 薛明喜也是累了 倒头就睡 安玉娥则是冥思苦想了一个晚上 早上 相公 我想到办法了 什么办法 快出来听听 哎呀 我就知道你最伶俐 之前我想嫁给相公 我娘也舍不得我给人家做小妾 也是不允的 后来 也是知道 我是相公的人了 加上家里人帮着说话 我爹娘才应允了 相公想娶小凤 不如就先毁了她的清白 她的身子破了 也就没有办法指望嫁什么达官显贵 到时候我再劝劝甚至是威胁她 如果她不从就把她的丑事说出去 那样的话她肯定就认了 毕竟跟着相公是她唯一的出路 好啊 就这样 这事要赶快办完才行 交给你来安排 是我去村子里 还是让小凤来镇子上 只要事情办成了 相公我忘不了你的功劳 小凤来镇子上不容易 只能我们回去 哎 但也不能太急了 我怕他们会防着咱们 过几天 是我爹的寿辰 倒是个回村的由头 而且 我爹过寿 小凤不能躲着 否则就是不笑了 就是怕我爹要省银子 不肯过寿 毕竟 不是整寿 那我给你爹过寿 既可以全了你的面子 还可以找机会 这事你来操办 没事都回几趟娘家 一定要把事情 给我安排妥当了 不会让管家 给你吃足够的银子 看你那风骚的样 要勾引男人 去京城里勾引管家公子呀 勾引你小姑父 不要脸 安小凤顿时就又哭了 安小月站在旁边 冷眼旁观 她觉得 有时候就是抱怨 安小凤 随时像白莲花一样 表面上装的天然无公害 却是一肚子的坏水 这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 躲到镇子上 竟然也能碰见薛明喜 也是点背呀 小姑 这次是自己回来 还是小姑父陪着啊 怎么着 你还惦记着你小姑父不成 不害臊 让你失望了 你的小姑父 忙铺子里的事情 没空跟着你小姑回来 安小月 你才十二岁 就已经起了这些花花心思了 我告诉你 就你这种姿色 你小姑父看都不会看你一眼 小姑 我没有说什么呀 我只是随便跟你客套两句而已 你怎么胡思乱想到那么乌龊的地步 而且我安小月虽然不撒地 我也不愿意给人家当小老婆 放心 小姑父是你的 白给我 我也不要 安小月不想跟安玉娥继续纠缠 直接就离开 爹 娘 小姑时间忙 就让我有空都回家看看 反正有马车 来回也就各把个时辰的事 这些东西都是小姑让我带回来孝敬爹娘的 爹 再过几天就是您的寿臣了 这个紫砂壶是上品 是相公让我送您的 就当是提前送一个寿礼 这东西可比黄金还金贵呢 而且相公还说了 您寿臣的时候啊 他从镇子上的酒楼店宴席给送来家里 送二十桌呢 您想请什么人就请什么人 哟 这姑爷出手这么大方啊 相公说了 他上次跟我回一趟娘家 就觉得咱老安家的人都特别好 特别愿意亲近 到时候相公还要给爹准备更大的寿礼呢 娘 薛明喜这次是下了血本啊 为了得到小凤姐 也真是难为她了 不是因着您小姑的面子吗 小姑哪有那么大的面子 她出嫁时候的惨样 您又不是不知道 她现在能耀武扬威的 是因为她对于薛明喜而言 还有利用价值 等利用完了 就一脚踢开了 您就看着吧 小姑这样耍宝 会的就是帮薛明喜把小凤姐讨回家 这次家里有的折腾 爷奶和三婶 肯定要跟小姑杠上了 爷过寿的时候 小梅姐已经去苏家了 当时不用担心 我就是担心我姐 我姐其实就是平日里没有梳妆打扮 没有漂亮衣服和首饰 要说样貌 根本不输给安小凤 那到时候 娘再装一次 让原生再演一次 不行的 总不能薛明喜一来家里 您就雪崩吧 而且 这次不是说了吗 薛明喜从镇子上订了酒席送来 家里不杀鸡 哪来得起啊 我再想想办法吧 总有还有好几天呢 大不了让你姐 跟着你爹 进山打猎去 也是怪你小姑 好端端的 招惹了这么一个花心公子哥 让家里的丫头 成天提心吊胆的 安玉娥为了帮薛明喜去安小凤当妻姨娘 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了 这些个日子几乎天天往娘家跑 而且每天都不会空手回来 安城夜大半寿宴 老安家的院子里 摆了比之前预期还有多的三十桌酒席 而且在预定的基础上 每桌还加了特色点心 这次薛明喜算是下了血本 毕竟安小凤娇俏的样貌 这些日子一直让他魂切梦盈 生日宴上 大多数村民一辈子都没吃过这样的酒席 而老安家着实是风光了一把 时候差不多了 再不走又该跟我的相公碰上了 爱玉娥小声说道 她是看见薛明喜已经离席 就知道她是去马车等着了 嗯 小姑 我这几个娘一起走 不过 我什么时候回村里啊 我怕又在镇子上碰见了 那才是麻烦呢 我相公吃了那么多酒 我看她又去吐了 怕是要醉一些时辰 我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回去 但是晚上她一定会回镇子上 明儿个一早有生意要去京城走一趟 要不你们在我大姐家住一晚上 明儿个上午回村 这样铁定不会遇上了 那好 我这就走 趁着你家相公去吐酒 也瞧不见我 这次多谢小姑帮忙对付着 回头我和哥哥若是能飞黄腾达 一定不会忘了小姑的好 哀小凤说着就拉着审视离开 只是哀小凤却不知道 所谓的薛明喜去吐酒 其实是在马车里等她入怀呢 哎 记者 我跟你说的那辆蓝绵布帘子的马车 别走错了 那车夫我打点过的 艾玉娥提醒着 虽然声音很小 但艾小月都听清楚了 她更明白是个什么情况了 怕是那艾玉娥打点过的马车 会成为艾小凤的洞房 沈氏和艾小凤很快就找到了 那蓝色棉布帘子的马车那里 小凤啊 这回咱可千万不去瞎逛了 娘把你送到你大姑家 你不能乱跑啊 回头娘就回村 明天一早在 那薛明喜啊可不是一个好东西啊 沈氏说着就推着安小凤上了马车 安小凤和沈氏走后 安小离也坐不住了 娘 小月 我吃饱了 我想回房去 我也是 我也吃饱了 我想跟小离一起 安小月则是跟着两个姐姐一起到了他们屋里 她到现在还在纠结 要不要去救安小凤 哎 我的肚兜呢 安小离回房间就发现 洗了收回来的一叠衣服中 她的肚兜不见了 安小月顿时握拳 心说糟了 怕是那安小凤为了以防万一 偷走了安小离的肚兜 就算有个什么 她只要一股脑推到安小离身上就可以了 只是安小月不敢把自己的判断说出来 因为安小离胆小 她怕吓着她了 姐 我出去给你找找 你就在家里别出去了 免得被那薛明喜看见 我是一个小孩子 我无所谓的 安小月说着就往那马车方向跑去 这薛明喜把马车赶来 不停在正远门口 反倒是停在一处偏僻的地方 还美其名曰是不挡着路 这简直就是在故意找没人的地盘办事啊 安小凤 被薛明喜禁锢在车里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听着衣衫被撕破的声音 安小凤几乎绝望 她知道 失去清白意味着什么 尤其还被薛明喜这种恶霸赤蝉 她想死的心都有了 薛明喜突然惊叫一声 随即倒在了马车上 动弹不得了 小月 是你 你来救我了 小月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的恩情 有声难忘 把我解的肚多还我 什么肚多啊 我不知道 安小凤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如果现在拿出来 刚才的事情我替你保密 但如果你不拿出来 我是用银针把它刺晕的 我再扎它一下子 它可以立马醒过来 继续对你做刚才 没有做完的事情 要怎么选择 你自己掂量 你 你怎么能这样害我 我没有拿 就是没有拿 我数到三 如果你还矫情 我立马把修明喜弄醒 安小月冷笑 直接开数 一 小月 你要相信我 小凤姐 反正我姐的肚多丢了 不管是不是你拿的 反正我数到三 我看不见肚多 我就弄醒学明喜 二 好了 你别数了 我拿给你 安小凤 从绣袋里 拿出了那折的小小的肚多 小月 东西给你了 求你帮我娘弄醒 我需要回去啊 趁着酒心没散 我不能让大家看见 我一身破损的样子 即便我清白还在 我也说不清楚了 好 安小月拿了肚兜 便去救醒了沈氏 虽然安小月 一直不喜欢沈氏和安小凤 但她却不是心肠歹毒的人 只要不危害到 自己和自己在乎的家人 她不介意顺手帮一把 姐 小心保管 小月 你在哪儿找到的呀 安小凤那里 是她偷的 你们三个姐姐 真是奇怪 这么多好吃的 你们竟然不吃 你们看看我 小肚子都吃圆滚了 娘说 我如果再吃 肚皮就要撑破了 你呀 就知道吃 二姐教你背的诗 你还记得吗 给二姐背一遍 我当然记得 竹河日当午 汉滴河下土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嗯 背得不错 不多时 刘氏和安利本也回屋了 爹 娘 酒席都散了 还没有 你爷和李正还在喝酒呢 还有白老爷子 和村里几个长老 不过多数人都散了 真是奇了怪了 那薛明喜 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去吐个酒 竟然半个时辰都不回来 我就怕那次乱闯 看见了小黎和小梅 再不记 她也不能闯入咱屋来啊 娘 您就好好歇着吧 今天吃了这些 也能补补身子 我看您现在脸色红润了不少呢 想必恢复得不错 是啊 我现在去干活都没什么问题 不许 你就算是身子过好些了 也要装着美好 多休息几天 总是好的 不是娘想去做活 而是娘这一直休养着身子 你三婶四婶又不顶用 你乃几乎把家里的活 都交给了你大伯母做了 你姐 小梅姐 也都劳累着 娘是为了她们啊 娘也不会硬要去做那洗衣洗碗 那碰凉水的活 但炒菜切菜喂鸡啥的 总是可以搭把手的呀 正说着话呢 外面一片嘈杂声 凡事则是进了二房屋里 哎呀 坏了坏了 大事不好了 咋的了 大嫂别急 慢慢说 那雪米喜 光着身子在马车里躺着 三弟妹偏说 雪米喜刚才跟小梨丫头 那啥了 而且 张家媳妇看见马车里的袜子 那是小梨的呀 好几个一块儿洗过衣裳的姑娘和小媳妇都认的 这可如何是好啊 没有啊 我根本没有见过雪米喜的 我一直跟小梅姐在一起 是啊 小梨今天就一直跟我一块儿的 我可以做着 这是胡扯什么呢 小梨 你在屋里待着 别去看看 安小雪握着拳头 她没想到 安小凤竟然有两手准备 除了有肚兜 竟然还偷走了袜子 我也去看看 安小雪刚出门 就看见已经换了衣衫的安小凤 安小凤 你太狠毒了 我救了你 你却要栽赃我姐 小月 你什么时候救了我呀 我吃了酒之后 有些乏力 一直在房里休息 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呀 你可不要胡说八道呀 你若是平白冤枉我 我定然告诉奶 让她收拾你 好 算你狠 这笔账 我迟早会找你算 安小月知道 此时多说无意 她要去弄醒薛米喜 让薛米喜说出真相来才行 安小月跑去了马车那里 薛米喜却只说 自己是喝醉了酒 一个人倒在马车里睡 脱去衣衫是因为天气太热 加上醉酒的缘故 薛米喜 你身边为什么有安家丫头的袜子 你可别说 这女孩子的罗袜 是自己飞到你马车上的 那就是黎丫头的罗袜 我们一起洗衣服的时候 我认得的 黎丫头没有缠足 平日里就穿着个打了补丁的罗袜 是啊 可不像我们 我们缠足的 可穿不下她那么大的罗袜 安小月正听着村民的议论 安元生就跑过来了 二姐 元生也来帮忙 断不会让任何人冤枉了大姐 好呀